阿雅代班康熙 首飾做掉AX姐妹 戴死冷汗直流 因為兒子他以後要成為 更加重量 然後要一個口令一個動作 然後後來做了羊膜穿飾 醫生說是女兒耶 然後我老公就說怎麼辦 戴死堵著康熙好無聊 你怎麼這樣說 真的啊 三個星期五的就好笑多了 哈囉 歡迎來到康熙來的作別企劃 是的 相機找了阿雅和納豆舊花 這是我看了11年康熙 首次沒有康跟熙 結果還不錯耶 而且記者幫我很多忙 等一下你在講這個的時候 你看阿雅還懂得丟梗 剛好又討了藝人八卦 不只我看完覺得不錯 網路上網友的普遍反應也說 好啊我查了一下收視率 有0.81呢 相反的因為小孩子受傷 林維壽命的大孩子第一次蛋翻 我餓餓還沒看完就轉台了 網友評價 DICE看起來好可怕 像水泡過的浮腫 太拔人 喂 無聊無聊無聊 DICE要連續代辦三集 因為話太少都在放空 收視率就跟著GG了 我只是來代官的 你要搞錯 整體看來呢 3S受傷前播出的最後三集 平均收視是0.73 DICE平均收視0.68 流失約1萬名觀眾 剛剛亞衣出現 收視率就上升了 打趴梁姐妹 S網應該不會有心結吧 因為我代班康熙老實說呢 是半夜接到電話說我妹妹受重傷 然後我隔天一大早就要去幫她代班 所以我去錄影的時候是當天才接到腳本 然後也很匆忙 所以也非常非常的緊張 網友說我妝畫得有點太白 其實不是是我 其實現場臉就在發白 然後冷汗直流 蘋果熱了 那就在家好好休養吧 報導